设计的话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完善 所以我们前一个阶段也有提到 尽可能就防呆 然后呢让使用者输入对的资料 再填到Excel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错误 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那个业界里面 就是职场很多企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必须要事后呢 去解决使用者乱输入资料的问题 本来应该要输入什么资料就不是 输入都乱输入 不然的话就是再跟你增加多余的栏位 或者是应该输入而没输入 等等的相关问题 那如果你要避免这些问题很简单嘛 比如说你就让使用者输入之前 不要让他随便太过自由的输入资料 因为呢自由这件事情大家都喜欢 可是问题造成的麻烦 会是之后你要去想的 他不会马上发生问题 但是未来这些问题都会接踵而来 那你要为了让他自由 而后面付出的代价更高 为什么因为他乱输入嘛 那输入完之后呢 你要再去帮他擦屁股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个系统就乱掉了 系统乱掉之后呢 整个系统就完全没有效率 而且会浪费时间 所以其实尽可能的 还是要给他一个规范 那我现在不是在讲政治 不过感觉上跟政治很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觉得都一样 你说谁不喜欢很自由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不是只是自己自由就好了 你还要去想到这个是整个系统的 整个公司嘛 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嘛 那你就是照着规范走 反正大家都照规范走 那其实乱起来也顺啊 也许你刚开始会觉得不是很 不是很习惯 为什么因为处处都要去学习那个规则 但是等到你习惯之后 你知道那个规则 其实倒也还好啊 也并不会说特别麻烦啊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反 我觉得像教小朋友可以啦 尽量先给他规范 先问约法三章嘛 反正就这样 你对就对错 那我们也比较好管理啦 OK那也比较不会有一些 节外生之的问题 OK好 所以尽可能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主要可以发挥这样的 输入的时候发挥效用 那之后当然你可以把Excel当资料库 那再来呢 如果Excel如果它可以解决是小范围小资料 可是如果你要大范围大资料 或者是大家要共用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资料库 那同学会问说到底哪一种资料库好 其实不管 我也要嘛 管它什么资料库嘛 就像刚刚同学刚好问了 我说跟那个307公车差不多啊 307公车好像不是只有一家在经营吧 有没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公车 其实我也不坐公车 但是我看新闻好几家 因为路上一堆都是307嘛 好像什么台北还是哪一台台北客运 三重客运还是首都客运每一家都有经营 那其实就像资料库一样 不同公司嘛 那反正它做的事情是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有一些些的小差别 但是那些都不影响你的使用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个公车 如果是免费公车的话 你应该会更喜欢 对你搭上去每天都不用花钱 这也是一样 所以资料库里面还有分 是所谓的那个付费软体 跟所谓的那个 不能叫免费 它叫自由软体 这个自由软体 不等于免费软体 OK 所以你可能要 那它自由软体的前提是 非 非盈利 非商业用途 它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如果你拿它来做 所谓的商业用途 那你就必须要付费 OK 但是要付给谁 你可能要自己去看一下 最好也不知道要付给谁 OK 而且盈利的行为 到底规范 不过我们是从宽去认定 就是你只要不要拿来卖钱 应该是可以允许的 OK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 就是像我们这个表单该怎么做 首先我刚刚有demo给各位看 就是第一个我们启动它 启动它之后有个下拉清单 所以我们要按部就班来看 基本上产生一个表单的流程 一定是先把表单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你再去启动它 OK 第一个就完成 第二步就是 你再去加上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要怎么产生 那下拉清单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下拉清单来源 如果是非固定的 比如说可能这边栏树 会增加 会减少 那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固定的 像这边到数量 这怎么来的 其实呢你可以发现它是从清单这边来的 所以 如果我把这个数量怎么样 把它砍掉 现在四个 我记得好像我有做 就是启动一下 你会发现有没有 四个了吧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的数量 是来自什么 我去抓清单的这个工作表里面的上面挤栏 就帮我放起来 所以如果栏树增加 那这边清单就增加 栏树减少 这边栏树就减少 像刚刚有个数量 我把它删掉了 它就不见了 OK 那再来就是说 当它选取之后 我要怎么样结合 刚刚的这个筛选 批次筛选 OK 而且批次筛选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用呼叫那个方法就好了 你不用重写 不然的话如果你要重写 每个都写 每个都写会有重复的程式 那重复的程式 你每个都要维护 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 尽可能未来 不过可能共用程序 对各位来说还是有一点点 一下子还是没有办法 马上可以完全的 自己可以写出来 不过慢慢的你可能要去把 每一段程式 一样的地方把它抓出来 写成共用程序 那后面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引述 引述的话就是它不同的地方 其他的都一样 OK 所以以后的话你要有观念 这几段程式哪里一模一样 其实不是要看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就要把不一样的地方抓出来 如果有两个像那个有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清单的那个栏数 一个是将来要查询的那个地几栏 那就两个嘛 就把这两个抓出来 分别给它一个名称 那顶多我后面有加一个那个给的资料形态 就这两个 如果有三个你就放三个 四个五个 那如果你有十几二十个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不要写 就不需要了 都不一样嘛 这么多不一样 你为什么要硬是把它凑成一样 那反而又更多麻烦 所以这个取决在什么 如果它们都一样的话 那OK OK 那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下拉清单 按下确定 呼叫共用程序把它显示出来 可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底下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如何做这个表单 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云端上面我有放这个 我们的这个画面 基本上就这个画面 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一 它的名称叫home 那我前面讲过了 设计表单的流程 一定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 不过这边没有左右 好像只有上下 所以我们分别 先从外面先完成 那外面的方法的话 不外乎第一个 先在这边按右键 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自定表单插入之后的话 接下来这个预设名称 叫user phone1 那我的习惯呢 会把它改成叫home 不过我已经有home home2 那也许这边改成home3 因为已经做了好几次 那名称不能一样 OK Enter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改哪些地方 包含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de 第一个 它的左上角 这个属性 叫做caption 叫快速分配 第二个的话呢 它底色呢 是一个浅黄色 所以其实改了 所以改两个地方 home home已经改过了 所以再加上这两个 那改的方法的话 就是back color 把它改成调色盘 浅黄色 有没有 caption呢 这边改成所谓的快速分类 好完成 所以1 2 3 由外 额内 那里面的话要放什么呢 基本上 各位一样可以参考这边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label 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其实没有太多作用 它只是提醒使用者做下面的事情 2 是这个 这个叫下拉清单 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A的话是这个 是label 再来 这个command button 是这个 所以你就分别怎么样 由上而下 三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 把这个拉一下 里面的话呢 这个名称不用改 没关系 caption的话呢 就给它一个名称 请选取分类项目 反正这个名称 自己打一个 请选取分类项目 冒号 ok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它的那个 4的大小 这边底下有个phone size 有个小按钮哦 把它改成18 差不多这么大 再来的话呢 请你把它的 这个back color 不是back color 应该是4 color 就是前面的颜色哦 ok 改成所有的红色好了 好 好 这样子 那大小再调一下 1完成了 2的话呢 这个下拉清单拉一下 那里面其实 什么事都不用做 拉 ok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就是button 拉一下 只是这个button的话 上面要做什么呢 题目 确定好了 好 然后这个full color 把它改成也是18 好了 ok 那前景颜色是full color 所以把它改成也是红色的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第一阶段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执行起来 但是下拉清单没有 按下去什么事 因为什么事都还没做 不过如果说你要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你需要个启动表单 那这个启动表单 你需要额外撰写 应该写在哪里呢 应该写在模组里面 模组里面的话呢 请你写一个什么 Home 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启动表单 你需要打一个 不过我刚刚是Home3 Home3.show 你们大概就 练习的时候用Home好了 因为我这边有太多个了 所以名称不能重复 那再来的话呢 拉一个按钮 按下它 Home3.show 这个时候就秀出来了 但是它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你程序还没写嘛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单 里面的话呢 主要是了解流程 反正将来 记得就是由外而内 由上到下 总共其实呢 外观反正就是改一个Home Name 然后Caption 跟它的Back color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Label 一个下拉清单 Combo box Command button 尽可能啦 有空反正就多多练习 尤其输入那个部分 然后待会我们 最后就Home.show 就加一个按钮 那待会再来看就是 诶 怎么样再把那个 其他的程式 再把它谱上去